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 竞赐运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玄机妙算 我是九九老师刘子玄 今天的盘一个重点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这个重点 盘整是为了什么事情 创造更大的趋势 前面两天你觉得这个盘好无聊 都没有波动 来今天波动给你了 你掌握到了没有 你今天有没有办法掌握住 这一波多方的波动 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怎么做 看一下我们怎么做 反省一下你自己 你今天又做错了什么事情 你以为涨不上去 你又乱做空 一直凹 很多市场上的老师 都跟你讲说 都跟你讲说 涨不上去了 空空空 空到最后又被嘎 那我们呢 我们不一样 来看一下 我们一早 9点11分的时候 在这边 9278这里 我们市价做多 9278这里 老师我动作比较慢 我能不能在9280 好就算你9280好了 你说你动作慢 9280 我们在9278的时候看到机会 你说你在9280进场布局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今天你在9280做多的话 可以得到什么结果 来9280做多一路上来 冲上来啊 马上突破这个盘整 就拉了上来啦 有没有看到 又再次证实一次 盘整是为了什么 前面的盘整 是为了后面的趋势做准备啊 9280掌握到起掌点之后 怎么出场 每天开盘一分钟的时候 我很重视一件事情 就是你有没有办法找到 压力跟支撑点位 压力跟支撑点位 在开盘一分钟的时候 你就可以规划好了 为什么 因为你才知道说 我的9280多单 要在什么地方 可以考虑出场 8点46分 9326这里 是我们可以预挂做空 同时它也是我们 多单的情力参考位置 来到这边 你可以做什么事 解码或者出清 做短线的 你可以先出清 做波段的 可以先做解码 9280做多 到这边 932343点的涨幅空间了 10点之前 你只要掌握这一趟 多单的机会 就有43点的机会了 10点之前 操作起子 波动最大的时刻 往往都是在11点之前 最慢到12点之前 做当冲的一定要把握 这一段时间 开盘一分钟 我们就是要抓准压力转折 抓准支撑转折 哪边先来先做哪边 今天压力先来 就先做空 结果呢 结果这个盘发生什么事情 一个击杀 这里 9323这里 空 下来一阵击杀 来得又快又急 9282最低 我不奢望你补在最低 我只要求我们的会员朋友 照我的纪律操作 来 获利20点的时候 可以先做减码 游戏规则 开盘一分钟 找到支撑 找到压力点位之后 预挂多单 预挂空单 挂在那边 来了 成交 20点 先掌握下来 光是今天这两趟 10点之前的这两趟 你就能够掌握 很多好机会了 所以你跟我说 你不知道怎么做 我还真的不晓得说 今天这种趋势盘 怎么不会做 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过去这两天 你觉得盘整盘得很无聊 你没信心了 你不敢做了 你只是在看 你不敢跟上盘式 很好 你今天错过机会了 到刚刚12点的时候 指数来到9350 我们一找的多单 到现在 做波段的还可以续报 9280进场 到现在9350的话 70点空间了 做短线当中 15点20点 25点30点40点 你可以先选择出场 问题是我们做波段的投资朋友 续报啊 续报啊 摆到一个机会 就是续报 最怕的是你没有几率 你自己乱做 你不敢做 很多哦 你不要以为没有哦 这一波上来 我一直强调哦 做多的机会出现哦 做多的机会出现哦 从前面很多案例告诉我们 每一次跌下来之后 每一次跌下来之后 它要止跌反弹 都有一个共同的讯号 问题是你知不知道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布局多单 12月26 只有去年12月26的时候 我们9110的多单 就已经进场布局了 为什么 因为讯号出现了 因为跌升之后的讯号 纸跌讯号出现了 9110这里 我们的多单布局下去 到今天10点半的时候 指数在9320 到刚刚12点的时候 来到9350 不管是多少 反正我们现在已经有超过200点的涨幅空间了 波段单 你说波段很难做 不难做 有方法都好做 怕你不敢做而已 就怕你不敢做而已 当冲 波段 只要有机会 我们都会掌握 为什么 因为我们逻辑对 我们的逻辑是这个 盘整 是为了创造更大的趋势 真相只有一个 真相就只有一个 不难 怕是你过去这几天 一直找不到机会 你就没信心了 不敢做了 不敢跟了 不好意思 今天 盘事又出现 好机会了 可惜啊 还是你要跟着你现在老师 一直叫你放空 从9200 叫你一直放空 放到现在 你停损了没有 有没有叫你停损 还是硬拗 又准备要加码 又准备要摊平 这样子对吗 错啊 记得啊 以后 看到盘整 不要再觉得盘事很无聊 不会做 不敢做 不想做 机会都在盘整里面 举几个例子来给你看 五流子玄 不管是期货 还是个股 只要看到机会 就是掌握 这是个股的标的 来 有没有看到 盘整 这边在盘整 这边在盘整 突破之后 拉出波段的机会 再来 这边在盘整 前面这边在盘整 突破上缘之后 拉出机会 你不用管它什么标的 它都是我们 投资朋友 先前锁定的 盘整 盘整 突破之后 拉出波段的机会 都是一样的概念 我们的投资概念 我们的真相就一个 运用盘整 这个东西 你觉得盘整 很难做 那是因为你没有方法 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懂的方法 你跟我们一样 懂的方法的话 你会发现 盘整 在哪 来 2345的治邦 来 用一下我们的秘密武器 2345的治邦 我们在12月8号这里 进场布局 前面这边就是在盘整 有没有看到 前面这里在盘整 我们12月8号这里 突破上缘之后 在45.3这边买进 现在已经有超过15%的涨幅 大盘弱 他照样长 大盘长 他也跟着长 有题材 有题材 有基本面 基本面 有没有看到 都有在成长 2345治邦的基本面 都有在成长 再加上 题材 12月8号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可以注意到他来 因为当天有很多 对他 是有帮助的好消息 营收 创历史赤高 营收 联征 网通股 动起来 很多好消息 都在12月8号出现 后面几天 不定时的 也跟着有好消息出来 网通股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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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邦营收 挑战新高 这都是后面的消息 重点是 当市场上都还没有人关注到它的时候 你敢不敢布局 你有没有办法跟我们一样 布局在起长点 掌握起长点 就等于是掌握了成本优势 盘整 好啊 再来一个 2467的自身 前面在干嘛 盘整 盘整突破之后 我们在第二根这边开盘 跳空上来的时候 在18元这边买进 到现在已经超过两成的涨幅了 有没有发现 同样的逻辑 什么逻辑 盘整 盘整 盘整是为了创造更大的趋势做准备 来 你告诉我 你 期货 个股的操作 有没有跟我们一样 这么明确的 逻辑 盘整 是为了后面的趋势做准备 这个概念 你有没有 掌握起来 你有没有 跟我们一样可以善用它 如果没有的话 直接跟上我的脚步 不管你是做期货还是做个股 直接跟上我们脚步 加入我们现在最新的优惠专案 什么专案 待会广告中的电话 自己打电话进来问 自己跟我们线上人员联络 如果我们待会回来继续讲解 到底盘整要怎么善用它 先进广告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全机指标 把分析为实战 漩涡操盘 掌握成本 战胜入空 操作试门艺术 我们真实公开 获利才是王道 我们奉为真理 真心不怕火炼 市场上最经得起考验的选择 顾得投顾 您最专业的投资伙伴 顾得投顾 赢了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顾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顾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起股双赢 一把兆 顾得投顾 就是 02-2578-3000 2578-3000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折掘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wn life 额排气密窗 台湾人很环保吗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是不是一只鸽子 杯子高丽菜 那是环保标章 你看这边有说环保啊 你看成天然 这样就好 不是吗 有环保标章 才是对健康好 对环境好 而且经过政府 厌城通过呢 最好还是上 预设生活咨询网 台湾人 你们真的很在意环保耶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记得操作不难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盘整 好好的善用盘整 就能够帮自己 争取很多赚钱的机会 2345置班 我们运用盘整 掌握起掌点 后面一段上来 超过15%的涨幅 一样基本面不错 所以可以锁定 2467的制胜 我们一样运用盘整的概念 在12月14号的时候 18元这边买进 到目前为止 超过两成的涨幅 一样运用的概念 叫做盘整 基本面同样不错 涨一定有它的原因 问题是你要在什么时候进场 投资布局不要等着人家涨上来 消息出来的时候 你才急着进场 我们要运用的概念是 盘整的时候比别人领先一步 先布局好 等待别人来帮我们 把题材找出来 让它发酵 让它涨上来 这才是真正的操作逻辑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记得 真相只有一个 就是盘整 布局在盘整的时候 别人还没注意到它的时候 你才能够掌握到 起掌的优势 我在我的粉丝团里面 我都是强调这个概念 我的粉丝团里面 到底都在干嘛 你自己进来 你就知道 我现在讲解几个案例 告诉你 我们都在里面干嘛 来 这档 六四一一的经验 六四一一的经验 先前我们 在粉丝团里面 有分析过它 为什么要分析它 因为市场上 有人在关注它 有人在关注它 我们就来了解它 从短线 来了解 它现在 处于什么状况 法人有没有在买 散户有没有在空 长线的多空力道 有没有配合 跟上基本面 好不好 我在一张图里面 秀出来 这就是我在我粉丝团里面 每天 必做的功课 把市场上 大家有在关注的个股 拿出来 解析一下 让大家心里有个数 你看 六四一一 我们在这边的时候 开始注意 前面一样在盘整 同样的概念 盘整 这边开始留意到它后面 整个拉上来 一样的概念 我在粉丝团里面 我在电视上讲的概念 都一样 来 这个 昨天 昨天我们 在粉丝团里面分享的 8183 这也是最近很夯的 一样 分析目前短线的状况 法人在干嘛 散户在干嘛 长线的多空力道 有没有配合上 基本面的状况 有没有OK 昨天 昨天才刚在我们粉丝团里面 分享 今天一早 一跟上来 接近长平 有评有据 为什么 从技术面 从筹码面 从基本面 来 让自己 心里有个底 让自己知道说 哦 原来这一档标的 现在在长什么 原来 攻击点在哪里 停损点在哪里 都可以先规划好 投资最怕的就是没有规划 没有规划就没有依据 老师我真的不好看 要怎么 跟上我脚步 直接加入我们的优惠专案 跟上我脚步比较快 那你有兴趣多学一点东西的 来 加入我们的粉丝团 进来我们的粉丝团 老师你都没有跟我讲说 你的粉丝团是什么 要怎么加入 自己打电话进来问 不要这么懒惰 我的粉丝团在干嘛 你自己加入 你自己进来看 看一下我们在里面 都在学一些什么东西 机会啊 永远啊 只留给积极主动的人 你自己不打电话来问 你自己不来参与 还要别人 主动的把饭送到你的嘴巴吃 干嘛这么懒惰 想要赚钱还这么懒惰 太懒得赚不着钱啊 赚钱要跟我们一样认真啊 每天在市场上 靠着我们的秘密武器 来帮我们找到机会啊 2017盘市操作叮咛 这是我在今年开盘的第一天 先提醒我们的投资朋友 今年要注意什么事情 今年有什么事情 是你要特别留意的 老师能不能念一下 不要啦 浪费时间自己进来我们粉丝团看 我们粉丝团分享很多 很好的标的逻辑概念 给你参考 怕的是你自己不会用 自己不会掌握啊 来看一下这档 这档个股 现在在盘整 盘整了接近两个月的时间了 这边突破之后 突破之后又在盘整 整个就是在蓄势待发的 状况之下 后面会不会跟我们 自胜 自帮一样往上冲 有机会哦 你要自己注意哦 你要开始留意它哦 老师是什么 自己打电话进来问啊 来看一下它基本面 也不错哦 最近这几个月表现的都不错哦 基本面都有在成长哦 蓄势待发 想知道的 自己打电话进来问啊 操作有没有很难不难啊 掌握一个重点就好了啊 什么重点 两个字啊 盘整啊 记得这两个字啊 善用盘整 为什么 因为善用盘整 才能够让你 在起涨的时候 就掌握住机会 我们在市场上 不就是要比别人领先布局吗 看一下 起子波段的多单 我是不是也运用一样的概念 前面在这边盘整盘整 这边910这里 我们终于等到一个多方的反攻机会 后面又是一个盘整 盘整一突破之后 马上就拉上来 盘整 又盘整 马上又拉上来 这边又在盘整 上来这里又在盘整 马上又拉上来 起子个股都是一样的概念 都是一样的概念 运用那两个字盘整 就可以帮我们自己争取到很多机会了 怕的是你不知道 你不会问 你不敢问 那就没你的份 那就没你的份 明明有很多好的标的可以掌握的 你为什么不自己来问 如果你昨天有来问我的粉丝团怎么加入的 你今天早上看到这一档标的的时候 你敢不敢布局了 这档明明是最近 市场上很多人都在讨论的 8183的金星 现在涨一根上来了 来 你要问我说老师能不能追啊 我怎么知道能不能追啊 盘整 这边在盘整的时候突破这里 第一根你没掌握到昨天在休息 今天又整个拉上去 你为什么不在一早的时候布局 你等到它涨停了 你才来问说老师还要不要再买 太慢了啦 太慢了啦 来看一下 六四一一来这都是我们粉丝团里面的 这里 这里 盘整盘整的时候突破之后 要不要开始留意 要 要开始留意它了 因为后面的趋势出现了 有没有发现都是一样的概念啊 包括我们2345的治邦 我们会员朋友 之前12月8号就已经布局了 一样的概念 都一样的概念 都是一样的概念 运用一个盘整的逻辑啊 盘整盘整 12月14号 18元2467的治胜 我们布局进去 到现在已经超过两成的涨幅 你这段时间 你问问你自己 你有没有掌握到这种标的 你有没有跟我们一样 运用盘整的概念 来掌握这些标的 没有 没有你就没机会 明明大盘在涨 明明大盘有机会 标的有机会 很多问题是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又不来问 2017波动的趋势年 赢家专案 下一档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啊你准备好了没有 还没准备好的 不用多想了 待会广告中的电话 直接打电话进来 加入我们的行列 谢谢各位 本投股公司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平忽 第一次负 投资风险 大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的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玄机指标 化分析为实战 漩涡操盘 掌握成本 战胜入空 操作是门艺术 我们真实公开 获利才是王道 我们奉为真理 最近不怕火炼 市场上最经得起考验的选择 购得投顾 您最专业的投资伙伴 购得投顾 赢了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购得投顾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老公 又在找房子了 对啊 不然等投资客来坑沙 咱们就永远要变